吾国知道徐国和钟离国有意放走那两位公子 就派孙母带兵去攻打他们 那对付这两个小小的诸侯国 孙母不费力气一下子就灭了徐国和钟离国 还承圣突袭楚国的书城 将公子掩渝和竹庸两兄弟都杀了 吾王俠雷记得这么容易就打了这场胜仗 就派人去叫孙母承圣攻入楚国 孙母就说不行 用兵要适可而止 现在吾国都未曾恢复元气 百姓疲弊 打大仗还未到时候 接着孙母就班师回国 吾子衰又献上一计 他说不如我们用当年进度攻的计谋 将军队分成三份 轮流去攻打楚国 他进攻我们就退走 他退走我们就进攻 现在楚国当权大夫 狼雅之流都是贪男无能之背 必定中我们的计谋 等到他根皮力卷 然后我们才倾全力去攻他 那就必然可以打败楚国 合雷就听从了五子衰之计 真是派出部分军马 轮流去攻打楚国 搞到楚国 整日边境高急 真是疲于奔明 被五子衰拖着秘哥来走 那些士兵日夜不得安宁 叫苦连天 那吴昂合雷 有了孙母和五子衰来对付楚国 就安安落落在过太平日子 越来越奢华 脾气越来越残暴 合雷有个女儿叫做姓玉 那个合雷就很疼这个女儿 中到她坏了 嬌得离谱 恶得谋不讲理 有一天 厨师就做了一条很矜贵的鱼 给合雷吃 那合雷就疼那个女儿 自己吃了一半 就留了一半给女儿吃 谁知道这个嬌嬌女发脾气 说父皇吃剩的鱼才给我吃 分明是羞辱我 我还有什么面子做人 她跟着回到房间 关上房门自杀死了 那个吴昂合雷 她看见那个女儿死了就心中悲痛 把那个女儿安葬在京城西门外 还弄一座坟 那座坟呢好像座山那么大的 弄一座那么大的坟墓 就要很多泥土 那就挖地来到拿泥 就将平地呢 就挖成一个湖 这个呢就是泰湖 也都叫做女坟湖 那这个坟墓这么大呢 陪葬的东西呢就更加不得了了 哦 金银珍宝 古碗玉器 八计其数 连国库里面的珍宝呢都拿了一半出来陪葬 出笨那天呢 用些布白 就整成一只一只白河 就找人呢 摸着白河 来到经过闹市 就引那些百姓呢跟着来看东西 一路跟去坟墙啊 还要那些百姓呢跟进隧道来送葬 谁知道呢 那个隧道啊 原来有机关的啊 送葬的男女进去了 突然间隧道口一到大石门闭下来 将隧道塞死了 那个合雷就下令 叫那些兵士用泥 将成座隧道掩盖了他 哎呀 惨啦 那帮被逼送葬的老百姓 男女老友 足足成万人的嘛 统统烤死了在隧道里面 那个合雷还心安理得地说 好啦 好啦 这回我个女友 有成万人陪他 一定不会寂寞啦 嘿呀 这个大王真是凶残到极点啦 自己死了个女儿 要一万无辜百姓来陪葬 你说 如果人死了真是会变鬼神的呢 那鬼神有之 也必定不会放过这个暴君 那那个合雷呢 他还有一样士号 他还有一样士号 很喜欢收藏宝剑的 他有一把宝剑叫做 针鲁 合雷呢 就十分喜欢这支剑的 就当做宝贝地收藏在国库岛 谁知道这把剑呢 就忽然不见了 后来就流传了去楚国 被楚昭王得道 那个合雷就不问情有 勉强说看守仓库的守卫偷了去 把守仓库的几十个士兵统统杀了 然后就派五子衰和孙武统领大军 攻打楚国来出气 孙武一年打了两场大胜仗 占领了楚国一大片土地 连楚国的大将都俘虏了回来 那合雷呢 又想乘机攻打入楚国的京城 五子衰就劝着他说 大王 神对楚国有深仇大恨 神比大王更加心急要打入楚国 不过现在还未是时候 楚国虽然屡次败在我们吾国手上 而楚国到底是个大国不可轻敌 而且楚国属国众多 现在还是听从楚国指挥的 不过楚国灵魂狼雅 为人于父无能 又贪男无耻到处勒索诸侯 诸侯恨之入骨 不用多久 诸侯一定会反叛楚国 那到时我们只乘机攻楚 就可以一箭攻城 合雷就派五子衰去江口训练水军等待时机 五子衰一面加紧练兵 一面又派人打听于楚国的动静 忽然间 有一日 下面来报 说唐国 蔡国 两国派使者来拜见大王 要和五国结盟 五子衰一听 好了好了 出兵的时机到了 唐国和蔡国 一直是楚国最忠实的属国来的 事无大小 最服从楚国指挥的 现在他要派使者来和五国结盟 那就是说 楚国和那帮属国 已经搞到不可收拾 楚国势孤力弱 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 五子衰即刻传令 三军做好准备 收拾行装 准备出征 果然不出五子衰所料 唐国和蔡国 真是和楚国成首 那为什么一下子 最亲密的同盟 又会变成仇敌之国 小小的诸侯 为什么又敢反对唐唐霸主呢 那又要讲下来由了 原来呢 那个楚国大王 楚超王 因为拿到吴国振国之宝 就是那把暂牢宝剑 就大事庆祝 那个小诸侯呢 都借意来讨好楚国 亲自到楚国来向楚王祝贺 那唐国蔡国的国军呢 亦少不免亲自去一次 那位蔡国国军呢 他有一对羊枝白肉配 是十分珍贵的肉器来的 又有两件皮袍 叫做银雕雪头 都是天下难得的真品 那蔡国国军 为了讨好楚王呢 就送了一块羊枝白肉配 一件皮袍 就给楚超王来做贺礼 谁知道那位贪财灵魂狼牙知道之后呢 他就自己起心 就派人去问蔡国国军呢 要这两件真品 那位蔡国国军 已经送了一半给楚王 那心已经十分不舍得了 啊 剩下这两件 这间的灵魂就要硬抢 那心就更加不服气 就不肯给他 另外那位唐国国军呢 他有两匹很有名的白马 一条杂毛都没有的 跑上来又快又平稳 好像一团雪花那样的 唐国国军呢 一直都当这两匹马是宝贝 谁知他千不该万不该 这回来朝见楚王呢 他有心想演一下这两匹马 哈 他用这两匹马来拉车 就带了大批礼品来校敬楚王 那送完礼拜见完楚王 那他刚刚打算翻车 谁知又被灵魂狼牙知道 就派人截着他 要问他拿这两匹马 唐国国军就爱马如命 怎么都不肯给 哼 糟了 这两个小小的诸侯国国军 就得罪了楚国这个灵魂狼牙了 狼牙就实行报复 他就报给楚超王听 说唐国和蔡国 私通吴国 这次他两个国军来 无非是打探楚国的动静 如果放他们回去 一定会带领吴国大军来攻打我们 不如暂时留他们在住一个时期才算 那位大王 那位大王 楚超王 年纪小小 就什么都不懂 大全都在灵魂那里 所以什么都任由他作主 灵魂狼牙 就把唐蔡两国国军就扣留住 就安置他们住在行馆 每人就派一千名军士来到看守 说明是要保护诸侯 实质就是怨禁 坐监的坐下 一坐就坐了三年 唐国那边 见到国军他这么久都没回来 知道一定出事了 立刻就派大夫公孙哲来到楚国 一打探就知道是这样的内情 公孙哲就立刻去对国军说 主公 两匹马和一个唐国 那你说哪样重要呢 不如就把两匹马送给灵魂 就求他放主公回去算了 怎知道 那唐国国军死牛一边颈 碰得碰得 这两匹马是欺世之宝 楚皇想要我都不舍得给他 何况另找这个贪财老贼 贪得无厌的 硬硬扣留寡人想佔这两匹马 寡人宁可死都不给他 公孙哲就没办法劝他 只好跟那帮随从来商量 哎 主公只知爱马 不知爱护蛇跡 不如我们就偷了两匹马去送给灵魂 要灵魂能够放主公回去 那我们就算犯了欺君之罪 死亦无陷 于是那晚呢 大夫公孙哲就带了那帮徐寵 就偷了那两匹白马 翌日一早 将马就送去狼雅的相府 就对狼雅说 我们主公素来 仰慕令魂得高望重 特意送上梁马两匹 表示一点小小的心意 望令魂不要见怪 那个狼雅本来是贪男无耻之徒 即使心都开晒 收了那两匹马 翌日就去报给楚皇听 他说唐国的地方偏僻国力衰美 看他都不成了什么大事 不如就放他回去算了 那个楚昭王本来就没什么主意的 你说是这样就这样 那唐国国君就犯了他 犯到唐国之后 大夫公孙哲和一帮徐寵 一起上朝认罪 说偷马献给令魂犯了欺君之罪 请主公处置 唐国国君就长叹一声 如果不是你们欺骗给那个贪男老贼 寡人还能够回到这里吗 你们都是寡人之罪 要你们不要怨寡人就可以了 然后这位国君就重赏大夫和那帮徐寵 那唐国国君就走了 蔡国国君呢 还运在这里 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想着也没办法了 就只好把那件银雕鼠球 和那块羊枝白玉被送给灵魂 灵魂收到这两件宝贝了 就马上又对楚昂说 唐蔡两国都是同在一起的 既然放了唐国国君 那不如连蔡国国君也放了算 那位楚昂王呢 有些招办了事 哈哈 这个灵魂狼雅 确是厚颜无耻到极点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说捉人也是他 放人也是他 总之呢 什么都由他说起了 那楚国由这样的人来到当拳 有什么办法不得罪了那些诸侯啊 那位蔡国国君 离开了楚国京城去到汗水那里 就怒到怒气冲天 连身上佩戴那块白玉壁都脱了下来 扔了下汗水 指天为誓 此仇不报 我永世不离楚国 一回到蔡国 他立刻去晋国借兵 宁愿把世子留在晋国当人子 怎么都要借兵来攻打楚国出这口气 那时候呢 晋国就见到天下诸侯 每个都怨恨楚国 亦想乘机打败楚国 他就约上宋国齐国 老国 惠国 郑国 郑国等等一共十八个诸侯国 一起来攻打楚国 十八路大军集中在超陵 本来呢 当时啊 晋国国力已经衰微的了 为什么这次居然会有十八个国家参加 汇盟声势这么浩大呢 主要呢 是因为楚国 亦已经开始衰落 再加上灵魂贪婪 道处 敲诈勒索 故知人人痛恨 大家想趁机打败楚国来出 口气 连我挂名周朝天子 也装模作样 派个上卿刘卷 来代表周天子监军 这么大阵仗 本来呢 这一次呢 完全可以打败楚国的 谁知晋国那位统帅呢 和楚国令运狼雅呢 原来又是一路课式来的 他也想趁机勒索回一大狗 他又对蔡国国军说 听闻贵军有珍贵的玉器和皮袍 送给楚国的大王和灵魂 那我们这一次为了你们不惜劳斯 动众千里拔舌去打楚国 嘿嘿 那难道真的一点表示都没有 喂 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蔡国国军就说 将军 我们就是因为楚国灵魂贪蓝无盗 弃压属国 所以才来归附进国 就想求盟主能够主持正义 帮助弱小 这次如果能够一举灭楚 那楚国五千里江山 统统都属于晋国的了 这一份礼 比任何真品都重得多啊 各位晋国的统帅听到这么说 一时亦理屈慈穷 无言可答 那十八路之后 就在超陵会盟准备出兵了 怎知有这么巧 千功不造美 一年下了十几日大雨 连周朝天使刘卷也病了 那晋国的统帅呢 因为见到蔡国不肯送礼 就有心留难 就藉口说 连日大雨 不利行军 那暂时班师以后才算啦 那晋国是霸主 是统帅来的嘛 那他突然退兵嘛 剩下那十七个诸侯国 蛇无头不肯 一下子就散了 但是 蔡国国军就大失所望 一套怨气就将附近 一个楚国的熟国 是一个很小的小国 沈国灭了 那来到向楚国报复 楚国的灵魂狼牙 见到小小的蔡国 居然胆敢造反 就轻私去攻打蔡国 那蔡国哪里是楚国敌手的啊 一下子就被他打到京城 蔡国国军就派人 夹上唐国 一起投靠吴国 向吴国来的求救 这回两国的使者 到了吴国的京城 吴子衰呢 就对合雷说 大王 现在出兵就最对了 我们救蔡国 出师有名 又有蔡国和唐国来的打先锋 事半功倍 这回一定可以直到楚国京城 合雷呢就准备调兵遣将 那时候呢 孙母就在外地赶回来拜见合雷了 孙母就对合雷说 以前神认为一下子难以攻破楚国的 是因为楚国属国众多 故此是难攻入他国境 如今进国一声号令 居然十八国习买起来反对楚国 可见楚国已经世孤力薄 既不可失 破楚此其事也 那 合雷就留下的子 太子波在镇守京城 太大夫 披离 和尊诸的子尊毅 来到辅助太子 就拜孙母为大将 五子虽和白披做副将 派他自己的弟弟公子 做先锋 出齐吾国的兵马 一共六万人 号称红兵十万 就运水路出发 一直就攻去蔡国国都 各个楚国令运狼雅 刚刚领兵围攻在蔡国京城 一知道孙母和五子虽攻过来 留夜走都走不及 怕死吾国大军追赶他 连吐口气都不敢 狼狈不堪一直退到楚国边界汗水 才敢停下来扎营 接着就派人赶去京城 向楚王告急 吾国大军解救了蔡国之围 蔡国唐国两国国军 就亲自带领本国军马 来做左右先锋 帮吾国大努 吾国大军就刚刚准备出发 军师孙母忽然下令 将所有船脊统统留在淮水 全体兵杖上岸行军 吾子衰就觉得奇怪了 就静静去问孙母 吾国素来最善于水上打仗的 今天为什么舍弃自己的长处 改为陆地行军呢 孙母就说 现在逆水行州拖延时日 楚军必然有所戒备 兵归神速 故此改为陆地行军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吾子衰就十分佩服 孙子用兵确实是高我一筹 果然 楚国只提防吾国在水路攻来 想不到回国运陆地打过来 没有防备被吾国大军势如破竹 一直攻到汉阳 集营在汉水旁边 那个狼眼 本来想着吾国大军是坐船来 有段时间都未到的 一心等候楚王派大军来守汉水 谁知一夜之间已经冰临盛下 汉水对岸已经集满吾国大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团队在高谣的不容és 注明立正是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